哈,大家好,我是小雅 今天又来到了雪佛兰的赛斯店 今天来给老铁安排一台雪佛兰克鲁德 今天安排的这台克鲁德和以前有所不一样 内饰是一个棕色的内饰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今天我们来提到23款的雪佛兰克鲁德 预算8万元左右 买这台车我感觉还是比较合适的 目前上轮价不到8万 配置则是官方制造价10,0900的月响版 也就是1.5L的顶配 1.5L的四缸发动机加六档试试双离合的变速箱 整体使用起来比较平顺,特别省油 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车24款已经上来了 好多人都听说是AT变速箱 实际上还是双离合的变速箱 这个我已经确定过了 除了增加一个珍珠白的颜色 底边悬下双链杆独立悬架 LED日间行车灯,远近光灯,导航,造成影响,披作仪 该有的一些基本功能该有的都有 配置可以说和国产车都有的一比 现在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车的内饰 是一个棕色的内饰 这个车有两种内饰 一个棕色内饰,一个是蓝色内饰 老铁点名要棕色内饰,灰色外观 帮他联系了几家店,终于找到了一台 而且生产日期也是晋级车 麻烦让大家看一下生产日期 现在我们坐进车里面 看一下车内的一些功能 这个车采用的是一个双10-25寸的液晶大屏 目前主流的一种设计风格 真皮方向盘 定速巡航 这些功能都配齐了 然后呢,有挺式的挡帽 握感非常不错 还有无线充电功能 电子手刹 该有的功能基本上也都有了吧 我们看一下后边 这个座椅的颜色确实比较好看 同时呢,这个车也有这个 后摆空调出风口 一个小天窗 现在我们启动一下 电源 打招活 这个车也有一键启动 我刚开始忘了给大家说了 然后看一下这个显示屏上的功能 功能也是比较期权的 导航 互联功能 畅霸 优酷 该有的也都有 所以说 预算 8万元左右 买这台车 到底划算不划算呢 各位心里应该也有 这个自己的想法了 车给大家说的也差不多了 现在我要进店里边了 客户正在店里面办手续呢 一会儿估计都该办好了 最近更新视频比较慢 像提的车型也比较多 但是都没有拍视频 像千亿店提的 日产兔达 别克军威什么的 都没有拍视频 包括日产什么的 今天给大家补一期视频吧 手续办完了 现在正在打拎牌 好了兄弟们 雪佛兰克鲁泽 现在已经交车搞定了 老铁说车轮胎有点脏 又放到了洗车区 重新冲了一下 现在把拎牌贴上 前面的 放好了 然后 把这个放到后边 今天这位粉丝是来自三位侠的粉丝 来到我这里洗车 省了几千块钱 虽然不多吧 但是也不少 恭喜老哥洗特爱车 祝我回家 一路顺方 一路顺 greed 看翻尔 第一路顺风 第一路顺风 一路顺风 一路顺风 感谢观看